你这个老东西 我叫陈冠林 你们可以在频道里面搜寻 我叫陈冠林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我叫陈冠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陈冠林 我们目击到了 就是双方都目击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说 用个交替询问的方式 我觉得会比 比起我自己在那边读问题 会大 我们目击到了 就是双方都目击了一些问题 可能有趣一点 行喔 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 摄影技巧或能力 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只给自己十张照片 那你会选择拍什么 有时候我会觉得十张照片 看似很少 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觉得 这里也可以 那里也可以 那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 出现某种选择障碍 就有点类似 有时候其实我会 限制自己带的镜头 有些人可能出国 会想说 我要带35的 我要带50的 我要带 有时候我可能就带一颗定胶 我就出国了 可以限制自己的 创作条件的时候 也许可以激发一点 不同的想法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 他可能从 开始接触拍照这件事 就从手机开始 因为这个时代 因为这个复古的浪潮 或是因为一些原因 然后开始接触到底边相机 那底边相机 会成为他的第一台相机 做任何事情我觉得 都是必须练习的 既然你的第一台相机 就是底片相机 你选择这个媒材 就拍吧 就像布列松说过 就是你的前一万张作品 都是垃圾 可能夸试一点 但是确实是这样 你就是刚开始 你必须要大量的累积 其实我在想 现在底片这么贵 现在能拍到一万张 应该也是 口袋蛮深了吧 叫爸爸 最开始接触摄影的原因 跟初衷 感觉你问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会开始接触 底片摄影 大概十个人 里面有八个人都说 我在家里 我的那个仓库 可以翻到一台FM2 不过以我的例子来讲 我家里并没有 留下什么底片相机 所以那个时候 我算是被同学退肯 老师讲 就像是某种跟风 我是想要追求 不同余数的相机 这种新鲜感 我觉得跟风 没什么不好 其实每件事情 好像都是从模仿开始 确实 我觉得就是你要 可能坚持下去 然后或者是你要有 开始有玩出自己的风格 被人家叫什么跟风采 我觉得是没差了 我自己会 开始接触到底片相机 是因为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吧 我爷爷就给了我一台FM Nicone FM 然后配了一颗50的镜头 虽然你影片有提过 但是还是有人问 就是135底片和120底片 对你来说的差异性是什么 那你为什么 感觉后期你比较选择120底片 我觉得我自己会选择120底片 主要是基于两个点 然后第一个点 当然是底片它的大小的差异 像我平常使用的相机 是富士的GSW690 就是这位正在旋转的夹豁 它的面积会是135的6倍 那6倍的话 如果你要拍同一个画面 它可以去放的细节就会更多 也就代表 你可能可以在一张照片里面 去讲更多的叙事 再来第二个点 可能是我自己 在第一个问题我讲到的是 如果一卷底片 它只有非常少的快能数 可以让你拍摄的话 那你会不会变得更能去观察 虽然底片每一卷的次数都不多 可是135它有36张 但120以我的6成9的比例 它只有9张 你要的话 就是这个画面是最完美的 你才有办法 可以去按下你的快能这样子 而且如果你说涵盖细节 比较广的话 比较多的话 优点放大 相对缺点也会放大 像是没有堆到焦的话 整个画面看起来 就会非常感人 非常感人 非常感人 你的粉丝 你怎么称他们 我称他们叫做 我的摄影好伙伴们 你的摄影好伙伴们 问你的问题就是 废墟摄影有什么想 特别想传达的意义吗 我自己拍照 其实都是 比较喜欢独来独往 因为我不喜欢 我自己拍照的节奏被打扰 虽然有时候 跟一些人一起出去拍照 一定会有蛮好玩的东西 废墟那个当下变得是只有 废墟这个空间跟我 再进行一个 用影像的交流 所以那个时候让我很自在 可是在最近 这几个月我去看了 一档展览 刚好在楼下的书摊 买了一本是之前摄影之声 他有出的一期的月刊 然后里面有关 拍摄废墟的摄影师 他们常常 都是将非常大量的 空间的历史脉络 跟自己的摄影影像进行结合 我发现我自己拍废墟 比较像是收集图件的那种 就是看到哪里有废墟 就去哪里拍 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 我再怎么样都无法 超越甚至是 试图去强调这个空间 或者是跟这些摄影师一样 他们的深度 接下来的我 应该对于废墟摄影 就是告一段落 试着去让自己 看看能不能先 跳脱这个范畴 去尝试其他的摄影主题 大家很喜欢我们推荐 看看我们平常在看的一些 底片的摄影师 我刚接触底片摄影师 那个时候学长 建议我去买一本书 他比较不像是摄影书 比较像是摄影论集 一位叫中平卓嘛 他说写的 为何是植物图件 我们通常都是学会怎么去 拍好照片 或我们怎么去拍照片 或看到一个摄影师 他是怎么透过他的镜头 去诠释他所认为的世界 但我从他的文笔当中去得知到 我觉得我应该先去思考 为什么我要拍照片 我能够透过影像去说什么 我能够透过影像去让其他人知道 我在想什么 去认识我这个人 在这边分享给各位 我看完就好 好 你的拍摄的灵感都是来自哪里 除非你的作品是要以系列或主题 进行的发想的话 其他的时候我觉得都不会有灵感 这个东西存在 他往往都是当下你看到某个瞬间 你觉得你只要错过这个瞬间 就会后悔诸多因素而按下快门 那完全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 一个举动 在肉眼看到我们想要拍的那个当下 再拿出相机的那个时间差 其实那个最美好的瞬间已经错过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拍 他去弥补说 很可惜 但至少 我要跟其他当时不在场的人 去跟他们说 当下有一只猫 他在那边 但我拍了 他走掉了 所以你自己把猫咪贴上去 我的梦幻艺品是哪一台 只能选一台吗 对现在只能选一台 可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我全部都要 我也很想全部都要 其实我非常多 我很心动的相机 可是如果真的真的选一台的话 我觉得 这个Mamiya 7 一台起码也要10万以上的 中片幅相机 对 他算是我现在 一直很想买 但 你知道 就是已经没有器官了 没有器官了 喔该卖都卖了 那你呢 你的猫咪艺品 就是会是一台120的 就是Pandex 67 那台很重 像砖头的 没关系 就是我觉得可以接受 了解 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长很长 很长 我们被人家问头的问题 就是推荐新手的相机 我觉得这个问题被问到烂了 可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就是说 如果买了这台相机 但你拍了一段时间 你发现你已经不是新手了 那你还能用这台相机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 我们拍影片拍那么辛苦 先去把影片看一看好不好 看一看你认识一下牌子 我觉得说到一种问题 会比较开心一点 就是我看了什么什么什么相机 你觉得这三台 哪一台就是你会比较推荐 你不觉得有一点选项 可能会让你比较好 着手去跟他聊说 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比起只丢一个非常空泛的问题 说请推荐新手机 有一个东西叫Google 有一个频道叫老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也尽量 在介绍相机的影片中 提供的资讯 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大家 但是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 大家看影片啦 影片记得要看喔 你喜欢的底片 一样只能选一个 我们就先选一个 客大Portra 400 这位人凶 算是我近期最喜欢的底片 哇你都有model 那我要找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找到 这边有没有 这位人凶 就是 Extra 400 其实这个也蛮赞的 但因为你说你只能选一个而已 拍摄黑白底片的注意事项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要多注意的 就是拍就对了 中画幅相机的介绍 中画幅应该 在 客大还是富士 呃 我是觉得啦 有人问说有什么有取景的小秘诀吗 以上言论呢 不代表本台立场 是 爱与篇幅的关系 我没人只能回答这么多了 对 如果还是看不够的话 就是 陈冠林那边有一定 应该 不错看啦 我觉得 我觉得 老陈卖光 大家可以去 订阅 我叫陈冠林 也多加支持 我们的 安乐陆 肉 哇 让他可以 买他的梦幻液体 应该你先买 没关系啦 你一定也需要120 人生清单 多了一个东西 要打购 就是120相机 对 所以 各位 你的人生清单有120的吗 心动 不如马上行动 你什么购物台专家 那就 喜欢另外分享铃铛 你这个老东西 大事件 好冷静的机会 就是什么 就是蛮多人都是这样 好好讲话 我发现大家就是 我们就是一直在折对 人